把握春雨報導 石門水庫和寶二水庫再一次實施人工增雨 因為四天廉價以來 桃園石門水庫只有零星飄雨不如預期 也讓蓄水率再下碳只剩下26.6% 創下史上第五窟 水情比較相對於正常是比較略為差一點 雖然雨量不大 但是從我們的路流量來講的話 我們發現路流量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增加 而且現在目前積水區是有下雨 目前供水的部分到四月底 可以正常的來做供應 雖然雨量不大 至少積水區有進帳 從三月到現在 石門水庫已經進行了八次人工增雨 百姓地區也改從翡翠水庫吊水供應 每天最多81萬噸 農業灌溉則多使用皮糖水源 透過整體調度穩定水清 台灣的蓄水量 因為主要的水庫的蓄水量 都是區域來調度 未來三個月的民生 自己公共資權都是可以滿足的 目前的這個全台的水情都是十分的穩定 看看台灣目前主要水庫蓄水量 翡翠水庫還有七成多 石門水庫跌破三成 寶山寶二明德和鯉魚潭水庫 也只剩下兩成三成多 至於增稳水庫約莫是四成 水利署看好 隨著一波波春雨報導 整體氣候偏向濕潤 但是水情還沒恢復正常之前 民眾還是要節約用水 明新聞賴國斌桃園報導 至今的水晶水庫 happy 回到水土製成 呆水庫